包裝太寶在外面逢馬過馬 中心未來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有起點了 羽龍共舞,贏到掉了 盈力姐帶我當旗子飛王來啦 旗子飛,發贏起拋離了個多三米 大家好,未來7月11日的田草賽事 安排了11場賽事 那天是季内的最后一次填草赛事 安排了11场赛事,其中有两场是一班赛 而这场5班的1400米有14匹正选码,另外有6匹后备码 14匹正选码内有2匹码是上将之后被人加了分 另外有2匹码没有被加减分 正常来说这几匹码应该是称高一点 而补足方面估计会是正常至偏快 因为有怪兽妈妈和开心1号在这里,估计都会偏快 和大家看一下码 预计1号码合伙更厉害 这匹人马今季也挺旺的,很多位置也有赢过码 这匹码季内跑了6次,3匹,2匹第4匹,1匹第5匹 很准确的,但上次也和马主说过,1600米好像手手严长 所以这次跑1400米应该是更加适合脚法 季内跑了3次这个路程,2匹第4匹 每次都追得很厉害 这匹码评分,跑5班赛当然有好处 当然他要负顶榜 希望配个小朋友减下榜会更加有好处 他一定会追一段 但他的爆发力真的不能留到这么后去追 如果能够守住700位去跑,会好些 希望他收到一个中内档,就可以跟前一点去跑 排面上应该是挺稳定的位置码 现在2号马幸运拼图是5岁的纽西兰持购马 副系Shame Express,现在只有40分 来到香港之后跑了15次 最好表现就是刚刚跑田草14米 4班赛,排过二档,回来跑第6名 虽然沿途都在内栏省 但入直路,打下去仍然有走势 预势OK,起码评定买得跑 下来5班肯定是凶些,而且他能够跟前一点 希望他今次收到的好档,可以差三四重踩腳 QT都应该差不到 看看他收到什么位置 算能力在5班会有好处 希望他会配个小朋友减几磅 鑽琪是8岁的澳洲自购马 Hichaparell的儿子 在香港跑54次,4Win7个P 以前是几准的 上年在三班还会赢马 但是今年转了马房之后 跑了这么多场 近都不近一下 所以应该就算这次下班也好 应该还没得住 减下分,等下季吧 金碧科是6岁的澳洲自购新马 就是刚刚昨天,给他追到第三名回来 都挺问一下 他的评分当然是有优势 下来5班当然是凶 所以赛前我也有提过 这匹马位置最多 三、四重踩一脚 今次也是 但今次会不会可以收到一个好小色的档 不用留到这么厚 但是他真的很被动 我觉得他近方不够合伙更好 但跑法很类似 上方保马是4岁的爱尔兰马 拍马是会马 他跑了7次 最厉害就是前一场跑4班的14米 配备杨明论后追上来跑到第5名 只会输一个马位 所以7月1日初落5班跑田草16米 配有莫雷拉就很多飞 但追上去没什么势头 好像不够气 他下线里放Keyton's Joy 应该是泥地比较好 如果能跑到前一场14米的水准 在这组可以差3、4重踩一脚 但预计都会偏热 所以拖一票稳固 开心1号是5岁的澳洲自救生马 在香港跑12次有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贵内在4班千二米拿到的 千四米真的耍手严长 而最近的状态好像没有季初那么好 我有点觉得好像过了气 可能要等下年先 怪兽妈妈是4岁的澳洲自救生马 现在34分 他来到香港之后跑了17次 一个win两个匹 这一win两匹都在贵内拿到 因为贵内跑了16场 评分上好像有点点压力 因为始终他只是在菊草上名 1000和12米 靠他快的前速在前面跑掉你 但14米我怕他不太到 而且他只赢菊草过来田草跑 难一点 我认为他之后跑菊草会好一点 但评分真的没什么优势了 除了在YouTube分享赛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亦都有在以下不同的社交媒体 和大家做互动 如果大家想谈一下马仔 和知道马圈最新的资讯 记得去Facebook找一下 马忌先赛马心得分享及交流区 威风林林是5岁的澳洲自救生马 香港只有跑了9次 是前一场跑场10万泥 就跑了第三名 泥地很厉害的马 但草地还未证明过 一笔状态已经跑起了马 如果临场有雨的话 可能会帮到少少手 但看贵乐的草地成绩 在这组里应该难一点 1400米亦稍稍延长 虽然他下线是SARCRAFT 应该跑长一点 但好像暂时来说1200米更适合 而季初阶段他跑了4班 菊草1000米曾经近过 但真的真的不够上年那样 现在跑回田草长直路 我有点怕他的爆发力不够 未必捱到尾 所以应该只是属于边市的四重彩脚 老老富贵是5岁的爱尔兰自救马 Born to sea的儿子 25分 我不太明白他的报名策略 因为7月7日的菊草赛事 他有正选马 即是说7月7日的那场马之后 不论他跑得如何 就算他跑得很差也好 也不会减绑给他 即是说他要吃虧和你跑 因为我觉得1650米真是严短的 现在还要报上田草1400米 不太明白他想如何 明显地1650米都严短 还要缩下1400米 我觉得很难 看看他星期三按不过 希望他进入前两名 可以顶得住 其实如果这匹马 现在提早投鼠 明年由24分开始起步 更加好 但不知为什么 马房就帮他安排了 连续跑两次 希望他能够7月7日跑得好 那星期日他就不用再跑了 但如果看排面 真的选不了他 佳应风彩是6岁的澳洲自救生马 在贵内跑了8场 有两个位置 一个第5名 但好像越跑越立 他之前两次上名 就是严短的12米路程 之后跑了两次湿泥 一次12米 一次1650米 都不是很有表现 这次过来跑14米 其实他们的部署也挺有趣 因为大前季的赢马 就是来香港之后 唯一的赢马路程 就是填了14米 但当时就是四班 45分排12当 非常慢步骤地赚回来 这场马要赚到一个超慢步骤才赢到 当然近况不差 24分 迫着要争分 斗志应该鲜明 我想这样 可以抹走他最近两场湿泥的赛绩 再用他之前两场上名的能力表现去计数 他两次入位都没有被加减分 所以我觉得平榜员都不太看好这匹马 首先 但如果他能够控制步骤 而且慢放的话 他有权可以跑到一直位置 希望他入到Q 可以保留得回 因为这匹马跑泥地 1650米 应该还有马赢的 红宝舍是四岁的澳洲自救生马 来香港跑10次 他最好表现就是上一场跑五班的1600米 跑到第五名回来 输一个马位 但那场马超级慢步骤在前面赚回来都输 我想这场马1400米应该严短 和能力上未必在这组里能够赢马保留 我估计应该进不到前五名 晴朗拍档是七岁的纽西兰自救马 现在只剩下21分 一定要赢马才能够救 而他刚刚排一档 排田草1400米 在好似黏地就排到第二名 那场马算是挺出色的 其实这匹马状态长期都合适 21分也有水位 但他一定要赢马 感觉上这匹马的斗志是最好的 因为他虽然在香港跑了37次 一输六个比 但其实他经常跑四五名 很准的马 评分应该有优势 希望他能够配到高手 莫雷拉、田太安等 因为潘顿放假 他已经被人罚停赛了 所以如果配大师傅收拾个好档的话 跟回四五位的话 不要留那么厚 他是有权赢马 感觉上可以做肌胆的 好运多宝是四岁的澳洲自购新马 只有17分 在贵内曾经近过一下 跑泥地的1200米 但很含蓄地跑近 但之后完全没有走势 今次增程跑1400米 我想这匹马足够不回 完全不适应不上力 他下试买Krupt 如果临场有雨的话 会帮到一点点 但赢马就应该不到他 第一头被马是魅力汉子 五岁的澳洲马 现在只有33分 龟奈赢过马 就是跑五班千四米 当时37分 还高于现在 4分 但那场马是超级慢 被他赚回来的 这匹马在香港跑22次 一win一play 其实这匹马的能力 33分差不多 可以欠个位置 但真的不厉害 要靠赚的 所以我想跑完这场 马房也可能会见到他退役 退不退也好 这场马 蚊一点 第二后被马明德之星 是五岁的澳洲自购新马 香港跑了32次 3v8个比 季内也很准 去到最近三场 跑得很远 现在平分他31分 即最后赢马的时候 很明显是一匹谷槽 1650千八马 但他平分肯定没有优势 因为他在31分的时候 我都说过 他真的没有优势 纯粹跑一下fit字 现在的状态没有当时那么fit 平分也肯定没有优势 所以我想应该要输了 今场 我想如果下年可以在26-27分起步 这样才可以起到作用 在这组里难点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9点3 我想不少人像我昨晚那样 都是看球看得很晚 今早6-7点才睡 现在很晚睡 简单说几句 这场5班的14位 就安排在第三场 看到那些快马 一只排2档 一只排13档 开心一猴和怪兽妈妈 估计步骤真的会正常 一猴马这只合复更强 本身计算马 应该是马胆 但是排14档 后追一段 怕他追不迟 排到第三档 稳妥点 以后马幸运拼图 配有王进排11档 我想配合露露富贵 佳燕青彩 和洪宝社 去说 因为这几筆买 全部都应该会前置 而且斗志好鲜明 我觉得他指数高一点 露露富贵严短 佳燕风彩近方不一样 红宝社上一场 排1600米 是省了 赚了 赚了 露露富贵昨晚 排了第五名 其实也不算帅 跟幸运平台一样 边线欠三四重彩脚 三号马 传奇 近方真的一般 所以 要继续减码分 四号马 金碧科 排12档 排什么档 他是不是都追了一段 近方不算很锐 但是这匹马 评分有优势 这一组有捕捉 估计可以追到一直位置 五号马 上方武马 前一场第五名 算是不错 但是上一场增程 追下去不多 今次又缩回来跑1400米 步频应该对一点 但始终应该是非常热的 分分钟得过三十多元 四十元的热门 我还有少许避忌 我觉得这匹马 夏天会比较好些 而且真的可能跑泥地会比较好些 我计算了 这匹马是边线马 而且肯定会过热 我头五旋避一避 我觉得头注上兼顾就够了 我身体号排了13档 放头也好 应该捱不到尾 不是那么长的马 1200米好像好些 还有泥地好些 夏年减分 七楼马怪兽 不知为什么会跑这场 因为1400米应该不长 排个二档也好 段馆应该捱不到尾吧 我真的建议不到 这匹马可能夏年跑菊草会好些 八号马威风凛凛 前那场跑场泥地的1200米 就追得厉害 但这匹马感觉上 好像泥地比较好 而刚刚在7月1号 跑场田草的1200米 追下去不多 我想要先减码分 九号马大当家 虽然配周俊乐 但这匹马状态好像未够 虽然其年合作成功率不差 但1400米 真的未必有1000和1200米 我选不到他 刚才说过 露露富贵 佳应风彩和红宝射 三匹马如果计马 当然是佳应风彩 比较好些 因为他起码会赢 但如果计近方 真的好像露露富贵 好些 虽然他严短 但这场马有部速 如果能够守到四五位 不排除他可以省省迈迈 跑到位置 计马应该是他比佳应风彩 佳应风彩 佳应风彩有点怪怪的 真的好像过了气 而且这匹马跑泥尼的能力 比跑草地很多 而红宝射刚刚的第五名 其实真的不算很厉害 很慢捕捉 13号马程朗拍档 真的被他执了个好档 而且这匹马的评分根本有优势 我估计他应该是大热门 但他排一档很好跑 有捕捉 他应该守着四五位 只要直路不堵死 感觉上是马胆 当然不会建议到winplay 会很热 因为很难赢的马 但斗志肯定会先鸣 想救马 希望他能够顺顺利利 那就赢马 要赢马才能够救回 这匹马不会建议到winplay 但做马胆 感觉上挺稳固 除非又堵死 14号马好运多保 用黎海荣 我估计都救不回 他今场马要赢马 还要赢2-3号马位才能够回 我想就难些了 好了 简单点 看完这个排位之后 首选是13号马程朗拍档 次选4号马金碧科 第三选1号马合复更劲 是真的一个档 如果不是一个档 应该是正选 第四选 我在幸运拼图 老老富贵 家应风彩 和红宝社里选 我要选幸运拼图 和老老富贵 两分马好像有些班 只是因为你的原因 但合复更劲 金碧科和程朗拍档 这三个 应该是排面高很多的马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条片 请记得给个赞 和订阅支持一下 好了 非常欢迎订阅 这样 感谢观看